首先我们要看看美国 美国现在进入了政权交接的时间 也就是说特朗普政府 目前处于看守政府的状态 对于国家的重大命令决策 并不能有太多被遵守的效用 如果他要改变的话 因为美国是什么制度 美国的制度比较特别 他是属于联邦式的政府 每一个州都有各自的州法律 白宫并不能直接的给予命令 除非该州的法律 抵触到了联邦法或是违反了美国宪法 否则基本上州法律是在该州 是有优先执行性的效力 而在这个时候 特朗普可以针对中国的企业 进行特定的封杀以及制裁 或是对伊朗进行严格的一些报复 但是基本上并不违反各州的权益的状况之下 所以依然是特朗普可以实行的范围之内 而对于五角大厦的官员任免 现在传出来他有做什么 异己的清洗 这也还在特朗普的政府 他自己内部的处理权限 甚至不跟拜登的国防团队交接 这个也是属于自由新政的范围之内 虽然违反了美国的政治传统 但不违反美国的法律 老师为什么今天一开始要讲这些呢 原因是因为特朗普权限 他是现在在特别的一些频道 比如说但老师这边很多人一直讲这件事情 老师还是再提一下 目前轮转身光的媒体 比如说阿波X、大忌X、新唐X 以及特朗普疯狂的支持者 对于特朗普还可以施以什么样的戒严的手段 来抓捕所谓的反川普人士 美为其名的他叫做舞弊人士这个举动 基本上可以死了这条心了 因为无论媒体、轮子媒体 或者是他们系列的一些频道 什么某某时刻都在散布 川普即将宣布戒严 逮捕拜登以及他的党徒 基本上是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我们不能说他绝对 但是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为什么?如同一老师一开始讲到的 美国他是联邦制 总统的权限并非无限 总统对海外政策的权利 是大过于他对国家内部的权利 也就是说美国的政治体制 是授权总统在美国以外的地方 可以攻城掠地 可以实施的他想要实施的各项政策 但是对于内部走的是一种协商的制度 总统你想做什么 你也得问一下参众两院他愿不愿意 州长点不点头 如果他对内也就是所谓是美国本土去动用军队 应该是说如果特朗普他可以动用军队 那么特朗普在一开始的佛罗伊德世界 也就是黑人的命也是命的那个时候 就会动用军队了 为什么没有呢? 因为美国的军队基于南北战争的教训 基本上美国的军队是不能够在美国的本土境内 对美国的民众进行任何的军事活动 包含了镇压 那么对内有问题 而警察无力管束的时候 那又怎么办呢? 军人又不能介入怎么办? 如果是在我们中华民国 我们会有什么? 宪兵去陪同警方来断案 但是在美国他没有宪兵 他能动用的叫做什么?叫做国民兵 他的正式名称就是叫做什么? 美国国民警卫队 是美国各州预备役的军事部队 这也是因为各州的主权与美国的联邦政府是共享的 因此州政府也有权组织国民兵的军事力量 而由于联邦层面已经有他正规军 也就是所谓的美军 因此国民警卫队也就是国民军 主要是作为后辈的部队来使用 国民卫队就是国民军 在美国独立之前 他是就已经存在了 他是什么? 他是殖民地的民兵 美国建国之后获得联邦的承认 由美国法典第10篇及美国法典第32篇 创建了现在的国民兵部队 而作为美国的第一层的国内的防御 他主要是怎么样? 散步在各州及其他的国土上面 担任后辈的军事力量 非战时不受国防部门的指挥 各位要记得非战时 这是战争的状况 平时他是受联邦的指导 我告诉你怎么样去训练 怎么样去做 但是指挥权是交给州长或是民兵指挥官 美国军队调动 需要考虑到各州的主权 需要各州的议会同意 才能进入他们的州领土内 也就是美军 你不能随时随地派军队到各州去逛街 这是不行的 州长必须要同意 所以将会由州长或是民兵指挥官 从他内部里面下令召集国民警卫队 然后联邦政府只能在特定的冲突状况之下 才会介入去指挥 所以这个状况是一个非常特别的 军人是不能对美国的境内有任何的军事活动 这个是他们的规定 这个说明是什么呢 就是美军即使收到特朗普总统的命令 要去逮捕什么反川普人士 或是号称涉嫌舞弊的人士 基本上没有该州州长的同意 是没有办法进入该州的领土 这不晓得各位有没有明白 在中华文化里面 可能大家一直认为是什么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率土之兵莫非王城 但是美国不一样 他每一个州就是一个小王国 有自己的领土 州长就是那个州的国王 而联邦政府白宫里面的总统大人 就是所谓的众王之王 这个众王之王 对各州行使的权力很有限 就连当地的州的公务员 都是各州自己去取舍 而非国家统一考试 然后慢慢分发 不一样 这完全是不一样的 这个政治制度 是基于美国的立国特色 也就是妥协制度而来形成的 所以即使特朗普宣布了戒严 美军也无法再未经过各州州长的许可 而进去逮人 美国它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国家 包含例如像德州 它之前是一个国家 各位不知道知不知道 如果你不了解美国历史 那可以稍微去研究一下 德州之前是一个国家 它是自愿加入美国的联邦之中的 所以他们甚至几次走的是协商 大家都要同意状况之下 我们再做 所以这个有好处也有坏处 那坏处最大就是说你要做什么事情 各州不一定会同意 就像戴口罩这件事情 就算拜登上去了 他也不能强制各州都要戴口罩 那州政府必须要配合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点 那么问题来了 各州政府即便是共和党的政府 会同意特朗普的美军进入到各州里面去逮人吗 我们先假定好不好 最简单一件事情 特朗普手下现在的国防部长是一个草包 特朗普说什么他就做什么的橡皮图章 不像之前的国防部长米勒 拒绝特朗普的要求 把美军派到街头镇压抗议的民众 所以说就算国防部长这一关过了 基本上美军也无法抵抗各州州长在该州的命令 因为戒严令无法触及各州的政府 你戒严你的州长他有权不听 这也就是为什么这种荒诞不禁的戒严令的传言 可以在华人圈里面广为流传开来 因为华人的世界普遍都是认为中央政府就是最大 地方政府就是一个辅助 所以说中央说什么地方就一定要遵从 中央的党权跟王权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执政权 所以这些轮子成功就容易催眠这华人圈的支持者 美国白宫内只要特朗普总统一声令下 就可以跟什么一样文化大革命一样 赶快怎么样 赶快去席卷了整个美国 斗垮任何反川普的反革命分子 抓到都一律下狱劳改 欢乐斗拜登 这个华人很容易被欺骗 因为基本上华人大部分都不是很了解 美国总统真正说穿了 他跟周天子是差不多的 对内是一个精神象征 对外才是真正的总统 假设你没有协商好 总统也不过只是一个名称而已 所以美国总统基本上在选举人团投票完成之后 就已经大肆底定 基本上特朗普对内有任何重大的命令 都难以出白宫 为什么呢 因为总统会卸任 但是白宫的雇员 FBI CIA以及各个部会的公务员 基本上大部分还是留任的 除了首长之外 所以说你下不下台 对这些公务员没有太大的关系 我们可以支持你 我们可以拥护你 但是一旦你不发薪水 老子也不会给你做义工 所以说现在美国国会 紧急通过了预算法案 不然特朗普政府就没有办法再做空军 要去打小白球了 为什么 因为预算里面没钱 说这个是很重要的事情 所以美国政府总统 还要做什么 都必须经过参众两院 而不是总统你说什么就是什么 这是一个蛮特别的一个总统制 当然有人说所谓的航特案 但航特案其实他本身也是无足轻重的 为什么 因为美国的政治他不是华人政治 华人政治是什么 你讲一句我爸是李刚 对不对 李刚就丢官了 现在下落不明 是不是 罪不及欺辱 在美国是比较常见的 所以用华人眼光去假设美国的民族生态 基本上是很难的事情 除非航特本身 他就在政府单位里面任职才会有问题 但是航特本身本身就是没有官职 所以是说他就算干尽了坏事 那基本上让他老子去背锅 在美国非华裔的世界里面也是比较难一点的 当时就算克林顿他真的干了些丑事 美国民众还不是原谅他了 克林顿还记得这件事吗 陆文斯基事件 所以说以上这些其实都是基本的 但是更实在的事情是什么 美国的参众两院以及各州的政治世家 以及联准会都不会允许特朗普发布什么戒严 为什么因为美国的经济在现在已经千疮百孔 跟明朝末年一样 官宦士家跟商人资本家他们是肥的流油 但是皇帝跟国库是瘦的跟猴一样 如果美国来了个戒严 要发生一件事情就是准备内战 那么美元跟美债在现在这么脆弱 跟不被信任的状况之下 各位要注意美元指数现在是一个非常脆弱的 不信任感很重的情形 将会瞬间的暴跌 再也没有能力去支持美国去称霸世界 甚至连白宫都难以经营下去 因为他发的债到底有没有愿意去收 而美元更会被欧元以及人民币联合的 踢出世界货币的地位 等于是说别人结算是用人民币 只有欧元结算 你美国赚不到这个水费 他们换汇是有一个手续费的 那么美国将会陷入了一个万劫不复的深渊 当我们在想是不是他翻盘之后 美国再次伟大 不可能 因为美元跟美债经济是现在 碰一下他可能就会垮掉的骨牌 那么如果特朗普这样做 就会伤害了什么 除了特朗普以外的所有政治人物的权益 那么特朗普的下场就值得玩味了 为什么 因为一个历史故事 就是当时有一个叫做甘乃迪的人 他曾经想要去整顿一个叫做联准会的单位 然后就很巧合的 他突然就去见上帝了 为什么 世界无巧不成书 皇帝再强大 一个小太监就可以把他弄死 所以特朗普现在能做的 并不是在内部他能不能翻盘 而是在海外能不能摩擦出更多的小火花 内部把他搞得更混乱 比如说像现在染疫程度跟死亡处 真的是飙高到一个天际上 二战所有阵亡架势都不如特朗普一年 所以说他让拜登一上来什么事都很难干 既然未来才让特朗普的家族 比如说伊凡卡 比如说他的库许娜 未来还有机会再占一回的空间 而美国如果被这样去做 他有没有可能很难发展 当然会 但是抱歉 这不是特朗普要考虑的 因为宁威玉岁不会瓦圈 如果你真的了解特朗普 这种手段 他过去40年 他用过很多次了 特朗普过去多次的破产记录 都是把烂摊子丢给银行跟债权人 自己还是过了纸醉精明的富豪生活 如果你说老师是不是你故意反川普 你根本就是拜登粉 那么你没有像老师这么样研究过川普 老师下了很多的功夫 去了解特朗普这个人 去学习他的谈判技巧 去学习去了解他办事果断的风格 你们认识的川普是这4年的川普 过去的川普各位真的了解吗 而他们所谓的舞弊 其实无论共和党或是民主党的法院 都难以去受理 为什么 因为美国的法治 还没有办法向中国的明清两朝怎么样 有所谓的风文言誓 也就是说听风就可以说语 不用管你有没有证据 你都可以检举别人 不行 美国最终他还是一个法治的国家 所以所有舞弊的证据 法院审理之后都法官都只能驳回 哪怕是共和党大法官都只能如此 而且要说拜登去收买这些法官 还有这些所有的州议员 那真的是一个很美丽的一个幻想 哪怕你去递出一块钱美元的汇款 给他一个汉堡当作汇款 那么这些政敌绝对会抓紧机会 把你拆个七零八落 把你逗到你妈不认识你是谁 更别提拜登真的有钱吗 拜登当年为了医治儿子 差点连他老家都得卖了 后来也是欧巴马他出钱帮他筹款 他才能够过那一关 说这样的老头有多大的能力 去收买美国所有的法官 跟所有州的州议员 这个办得到吗 这个有常识的人都觉得办不到 但是有的会相信 难道靠民主党有办法吗 各位要知道 川普光靠验票他都花了几个亿的美元了 那么你要买通全美国的法官 跟所有的州议员 真的是办得到的事情吗 在美国没有任何一个党 可以有这个能力买通所有议员跟法官 不然他们要游说法干什么 游说法就是用特地的人去影响权力中心 来交换一下利益 而且这个东西可能要过个半年一年 甚至两年或是三年 才有可能有一点点结果 你有办法在两个月之内 你花了所有钱 去买通这些法官跟议员吗 说这个是看到美国内部的政治生态 它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我们了解他的政治生态之后 我们才能够理解他未来经济会怎么去做 比如说他现在大水漫贯式的QE 他维持到2023年 那么这个时候政治稳定状况之下 他代表他的股市不会大崩盘 但是美元的低档 美元低档就会维持在一个地方 例如什么美元指数现在到90 但是他在所谓的当时的金融风暴的时候 他是达到88.25 他会不会跌破警戒线 而大家导致全世界对于美国你的美元不信任 美元不被信任的时候 美债你要举债去做白宫你想做的事情就更难了 所以说了解美国政治生态 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好吗 所以说这些阴谋论 信者很信 不信者很不信 人可以放弃思考 但是世界就不会因为你的停下 了解别人想想自己 我们到底身处在什么世界好吗 来看各位有什么问题